哈喽大家好,我是小 刚才在这个圈里边发现了一头驴的蹄子特别特别大 咱们一会儿进去看一下 这两个蹄子像千佛手一样 好多年没有修过 看着这头驴真受罪 咱们拉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蹄子都已经拧了两圈了 这个蹄子是四个蹄子当中最短的一个 不过还是特别的长 这个蹄子就是翘天蹄一样 冲天泡一样 哎呀,看一下第四个蹄子 哎呀,太受罪了啊 拧了两圈 不知道主人是咋照顾的这头驴 看一下这四个蹄子 这个四蹄子 四个蹄子加起来得至少有一米半长 疼的这个驴 你看这个腿都搭了着 这个后腿应该是骨折了一样 太受罪了 右边这个前蹄啊 简直就像山路十八弯一样 不知道驴主人是怎么想了 好了,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留言 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吴 今天的天气挺不错的啊 怎么都棒起来了 它用这个车了 哦,用这车了 这么开着 想的这个八方真新鲜 部队要干嘛 你呢 尝尝铁子 我尝尝铁子 你看 你尝尝铁子 怎么开着 我用包着吗 这这梯子都尝尝这样的 也不秀秀蹄啊 哎哟 谢谢 这是小吕的吧 她是小吕的吧 这玩意 小女是吧 啊那梯子怎么成了呀 长长 这也不是笑的 这直接放平放车里边了 三头驴 这个梯子也真够长 老梁 怎么了这是 装车怎么样 啊装车呀 买了几头啊 三头 三头 是不是 怎么这么着装的 这种待遇你看还得 没事没事 跟不了听说 不受罪 跟不了不受罪 又阿全是吧 叼不下来 哎呀呀呀呀 这少子买这么点的小驴 不是 师傅 这一个是大驴是吧 都是小驴 小驴多三一斤呢 十 十 十七 十七 小驴贵 对啊 就是贵的时候 小驴上一片三拨车 真可爱啊 真可爱啊 快排不 快排了 走了啊 姐夫 姐夫 保定的是吧 好可爱了 哎呀 保定的 好似的 坐着皮卡池 那个拉回家 走 走 拜拜